荣明总医院心脏科主任江碧宁 首先报告了心脏主动脉 必做不全的原因 有先天性、风湿性和梅毒性三种 如果不做心脏半膜的移植 将会因为心脏衰竭而死亡 目前荣总有一个病例 陈青师是患风湿性的心脏动脉 必所不全 他很幸运地获得了友邦人士的帮助 澳洲一位商人谢尔敦 愿意免费捐出一个人工心半膜 并且在记者会上举行了捐赠的仪式